你去哪吹哈尔滨是吧 是啊 那走吧 我们昨天在磕马是吧 坐了一晚上之后 现在昨天下午到这边戳了一个核酸 然后今天出发前再去戳一个核酸 不叫磕马了吧 叫什么马 什么马 呼马县 内蒙古 哦不对 呼伦 呼伦县是吧 黑龙江呼伦县 因为前面还有200多公里就到 因为我们是从北极村出发去黑河 今天是第三天 今天还有200多公里就到黑河 第四天了 还有200多公里就到黑河了 因为黑河它最近是一个 高风险区好像是的 它需要三天两检的核酸 48小时还是三天两检 18小时就可以了 它需要是48小时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决定做一个三天两检 带着去下一站 去哈尔滨的方向也更方便一些 因为那个医院就在旁边嘛 三公里 然后它也是免费的 哈哈哈 所以再去戳一下 我们在这个户马县医院 把和尚坐好了 把车停在门口 前面去买点菜 因为最近不是在赶路吗 自己煮一下 不 是要开源节流 活下去 中午还有点热 买了点菜 买了一点水果 又买了一点蓝莓 这从黑河过来的蓝莓 在蓝莓有点贵的 20块钱 我们上次在什么 阿里河 28 对 再差不多 因为这是一个镇上的压 太脏了 烂太多了 黑河过来了 今天我们要去哈尔滨吗 哇 这个水也太凉了 我觉得 很冰好了 天梯的 烂太多了 压烂的 还有多少公斤 黑河 还要填摆20块钱 不能把黑河 要穿过黑河 那不是 那边看 算了 不知道黑河现在 还是不是高兴 过年地区 你知道吗 可能不是呢 那天打电话的时候是 那过这么久 可能就不是 这东西都是不好说 水太凉了 洗过蓝莓的水都这么凉 看一看 那看看到吗 可以看到吗 这里有个观景台呢 来看一下吗 没可以 没可以 有风景可以看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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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应该还是俄罗斯 对 我猜应该是俄罗斯 你猜 我猜你猜在对面 对应该是俄罗斯 是沿着边境线在开吗 331 你可以的 你看一下 这个线 太边了 对 这太边了 红线在哪里 边境线 边境线 有红线一直往里开 这个红线 嗯 然后放大看 这边有叫河 和江 江是叫黑龙江 对 我现在就在黑龙江旁边 一直沿着江开 一直往里有江 往前拉看看 嗯 这边就是沿着 这边 这边 好 配合 配合这边 再拉看看 好像一直都是给人家的江嘛 那小放下 放下 小上面没好多 黑河 过了黑河就没有了 对 我们要去哈尔废 OK 可以找了吗 嗯 这边还可以 走吧 嗯 你去哪儿去哈尔滨是吧 是啊 走吧 我一看他出锅 这边就是说 总共 伟大的 畜生才要 要分钱 门黑要分钱 搞笑 我怎么把自己挖了吧 你看 把后面放进来 把距离 我们现在三个门全部被放上了 哈哈哈哈 我们的车被踢了风条 现在我有点 三级 我必须要解决一下 你看一下那边的风条 两边都分了 后面也分了 小时怎么办 你门都不关了 你门都没有关 你看这个条都在外面 嗯 还好这一路比较平稳 最美的公路331 保养的卖车的 我搜了一下这个位置 欢迎来到黑鹅市区 黑鹿公 黑鹿公路 这是啥河 也没写是个啥河 我知道 这叫卧牛湖峰地区 但是我发现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这里天气比较热一点 知道为啥吗 为啥 你看我们后面那个大西安里夜市都已经快黄了 而这边一点黄的意思都没有 还是很鼓励油油的 感觉像夏天 有什么热是吗 对啊 刚好啊 太冷了 有什么 怎么这么多骑士 爱王啊 想要生活啊 这边的城市 公路口岸 还有口岸呢 公路口岸什么都没有 是不是前面有个河啊 黑河好像 是没很严重的 不严重啊 对啊 对啊 在干嘛干嘛呀 对啊 看 你进来的话也开干嘛 24小时合作 有啊 需要什么